国子健来了个女弟子中的卓文远,从出场开始,便被很多人称为暖男,他对桑奇的确是非常不错的,桑奇去国子健读书,他为了陪他特意调到他所在的末等班,桑奇科考上榜,他不远千里把他最喜欢的马带到他面前,他跟桑奇青梅竹马,对桑奇一向比较关心和照顾,可无奈桑奇对他一直是好朋友和兄长般的情感,并没有任何儿女情长的成分。 在桑奇遇到燕云芝以后,两个人很快产生了情愫,并跟燕云芝开启了恋情,热恋中的情侣,眼镜里自然是容不下别人的,桑奇于是常常忽略了卓文远,他不再是以前那样无所顾忌地跟卓文远一起吃饭玩耍,卓文远送他礼物他也顾不上多看一眼。 于是有人就说了,难怪卓文远会黑化,桑奇这样对待他,的确是很让人伤心的,卓文远黑化也就可以理解了。 可是平心而论,卓文远黑化,真的是因为没得到桑奇的爱吗? 首先,爱情是两个人的事,是无法抢求的。 不是说你爱一个人,你对他好,他就一定会爱上你,爱情的产生是需要具备特定的条件的,比如某个能够吸引对方的闪光点,比如你对他的好正好是他需要的。 卓文远的确对桑奇很好,但是他的好对于桑奇来说,大多数都不是必须的,是他自己以为好,而对于桑奇来说,并不见得是真的好。 在这种情况下,你想让对方看到你的好兵爱上你,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我们再看燕云芝,他跟桑奇虽然认识的比较晚,但他每次都会在桑奇需要的时候以一种恰到好处的方式来帮助他。 桑奇被拒绝入国子健,被反对参加科考,都是燕云芝在背后帮了忙,桑奇打赌输了要上台献议,是他出面帮他解了围。 他的帮助从来不显得刻意,但是都非常关键,也都让人感觉很舒服,这种用心又不刻意讨好的做法,桑奇是能够感受到的,因此桑奇能够被他吸引,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桑奇爱燕云芝,在他心里燕云芝自然就成了他最在意的人,这是一种很正常也很正确的态度,你不能说,因为卓文远是他的青梅竹马,他就必须把卓文远放在比燕云芝重要的位置上,你也不能说,因为卓文远喜欢桑奇,桑奇就只能选择卓文远,而不该爱上燕云芝。 所以,对于卓文远来说,桑奇爱上他固然是他梦寐以求的美事,桑奇爱上了别人也算不得辜负他,因为他们原本就没有情感上的约定,既无辜负,又怎么可以因为得不到桑奇的爱就去做伤害别人甚至伤害自己的事呢? 其次,一个人的好坏,只关乎本心,不关乎外界。 很多人觉得,一个人曾经受过伤害或者不被善待,那么他做了坏事就是情有可原的,事实上,你是好人还是坏人, 这只跟你的本性有关,而跟外界对你的态度是无关的。 你爱一个人,他可以接受你,也可以不接受你,不管他是否接受你,他做的都是没错的,你也不能因为你的爱没被接受就去怪罪他,伤害他。 如果你这样做了,那就只能说你的本性有着恶的一面,而不是因为他你才变成了恶人。 退一步讲,即便他伤害了你,辜负了你,那也是他的错,你不能因为别人做错了,你就去做比他更错的事。 桑琪因为跟燕云之恋爱而疏远了卓文远,这对于他们那份青梅竹马的情谊来说,可能确实有些冷漠了,但是这不能成为燕云之去做坏事的理由,更何况,早在桑琪还没跟燕云之在一起的时候,卓文远的重任就背在他肩上了。 一个国子健的高材生,可考能够问顶一甲第一名的人,他不至于心里没有起码的是非观念,他所做的事,是什么性质,有什么样的后果和影响,他是早有自己的判断的。 也就是说,他所做的,其实是他内心里的选择,是他本性可以接受去做的事。 至于他后来一步步变得更加过分,那只能说,他的本性就是如此,而不是因为别人对他做了什么,不是因为他的爱没有得到回报,桑琪冷落他,可能的确起到了他黑话的推动作用。 但若他本性没有这样的念头,也是不会有这样的结果的。 从这两方面就可以看出,卓文远的黑话,并不是因为他没得到桑琪的爱,而是他本身的性格,原品,观念,原则等所致,是他与生俱来的本性。 生活中也常见有人在经历过失败或受过伤害后就会变得心灰意冷,否定自己这类的现象,但其实你灰心是一回事,黑话就是另一回事。 本性善良的人,即便他有了短时间的灰心,暂时的想不通,也不会让自己变成一个坏人,去做报复别人,伤害别人的事,而那些能够因为自己遭遇了失败或伤害而变本加厉伤害别人的人,本质上是他人性里的恶得到了释放,责任不在别人。 但愿我们,都能够懂得这一点,在人生的路上,言于客己,切莫怨天尤人,去为自己的错误找借口。 你要明白,善恶者关乎本性,做了错事的人,只能自己为自己的错误买单,而善良的人,也终会得到好的回报。